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年寶 講到掃除家電 很多人都會問 市面上有除蠻機、吸塵器 甚至還有洗地機 那吸塵器不能吸水 洗地機不能吸床 那吸床的又不想拿去吸地 那我一定要買三台嗎? 有沒有一台搞定的機種? 有!就是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台 地表最強的 DIA PRO COMBO 石頭無線三刷乾濕洗地吸塵器 它的名稱很長 但是它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強大 上面講的功能不只是全包 而且它還能夠變形 洗地、吸塵、試記液體 從地板覆蓋到天花板 全部都能吸 清潔效果堪稱史上最強 好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開箱 DIA PRO COMBO Let's go! 好 接下來讓我們先開箱 DIA PRO COMBO 石頭無線三刷乾濕洗地吸塵器 那它的外箱長這樣 這是全部的配件 那除了有清潔底座之外 這次還增加了拼接式的收納架 那一看就知道 這次DIA PRO COMBO 石頭無線三刷乾濕洗地吸塵器 它的功能就多了更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機身採用黑白配色 結構看起來就像傳統洗地機一樣 它把重心全部都放在下面 讓吸頭滾輪去負重 正面有一個業界最大的 770ml的污水箱 背面則是業界最大的 950ml的清水箱 那所有的操作 都集中在槍型手把的位置 比如說開關、模式 在槍型手把的下方有一個面板 那它所有的操作 都是用視覺化的呈現 它頂部有一塊LCD的彩色螢幕 它可以顯示電量、模式、Wi-Fi資訊等等 正面則是它的高速乾濕兩用無刷風機 最高轉速可以達11萬轉 最大吸力可以高達17000% 好,到這邊都跟傳統洗地機一樣 好,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上測試 那這些是一般家庭常見的醬料 比如說像番茄醬啦、醬油啦 Diablo Combo 你只要嚕過去它就乾乾淨淨 好,接下來我們難度再提高一點 我們直接打翻一碗微粒炸醬麵 還帶肉塊的那一種 同樣的也是嚕過去一次 連同醬汁麵條通通一波帶走 來回兩下 連泡麵的油膩感都清除得乾乾淨淨 一般吸塵機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強 再來我們來測試一下那種棉糊狀的食物 比如說像是八寶粥啦 小朋友的嬰兒食品 那種也很難清 那我這邊拿八寶粥 倒了1 3 罐來實驗一下 一樣也是路過去一次解決 再來是我拿了我放在陽台三年的磁磚 這種上面超級髒的成年泥沙 也是一樣路過去就乾乾淨淨 不過因為它真的是卡溝太久 所以我來回路個兩下 一樣也是跟新的一樣 這真的是比一般拖把要方便太多 而且它神奇的是 即使我們今天打掃牆角縫隙 那邊緣縫隙也都完全能夠掃得到 完全無死角 那它拖過的地板濕度大概是這樣 我拿衛生紙去沾也幾乎是乾的 就算你用腳踩也都不會有水硬的程度 比一般的掃多機器人的拖地還要來幹 Diapro Combo它可以清掃的範圍包含油污 固體、液體、粥飯麵 這種壺裝物的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打翻整盒雞腿飯 或者是排骨飯那種東西 面積太大、體積太大 它的吸頭就滾不進去 麻煩你用手剪一下,感恩 那接下來我們來深入研究一下 為什麼Diapro Combo這麼強呢? 答案就是它的吸頭設計 因為它採用T型結構的三刷設計 而且它的兩側特別的寬之外 它還會前後刷對向旋轉 它在吸的時候會把乾濕垃圾先捲後吸 然後全部吸到污水箱的同時 裡面還藏著一組浮動刮刀 會把滾刷吸到的髒水全部刮掉 然後再接著透過清水箱來補水 用乾淨的滾筒幫你拖地 那這些複雜的動作都是全自動完成 所以Diapro Combo它可以完成洗地、吸塵、吸水一次搞定 那它的清潔效果比起傳統那些 只能單向滾動的單刷洗力氣來得更好 而且我實際在操作的同時 我發現因為它的滾筒是雙向滾動 所以無論是向前還是向後 它都會給你輔助的推力 所以基本上啊 即便是小朋友 它也只需要兩根手指頭去勾著把手 它就會自動往前推 你再用起來就會覺得特別的輕鬆 如果你今天打掃的環境偏油膩 那你也可以添加清潔液來輔助清掃 那在下面這邊有一個清潔液補充槽 你可以拿起來添加市售各種地板清潔液 你自己去加就好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味道 那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大概700分鐘 大概是20箱的清水 那它在洗地的時候它會自動添加清潔液 所以你在洗脫的時候 你整間屋子都會有香香的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Dia Pro Combo 它一共有4種吸力4種模式 不過現在都是AI智能時代 所以它在吸頭前方有內建紅外線偵測 它可以自動判斷地板的狀態 去自動調節吸力跟水量 以及滾刷速度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會按電源 然後轉到AUTO模式 就可以完全使用它 那就算是爸媽、老人家 用起來也是完全沒有學習成本 那你今天吸完這些湯湯水水啦 油膩的東西啊 打掃回來之後 你也不用擔心臭味問題 你只要把污水倒掉之後 放回底座 在握把上方有一個自動清洗鍵 你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清潔加熱風烘乾 這時候它會開始塗水 在充電底盤的凹槽裡面 一邊滾動清潔刷頭 一邊把污水吸到污水箱 那它跑完一次清潔之後 大概可以清除80%的髒污 那同時它還會利用熱風烘乾它的熔布滾刷 那如果你掃的東西是比較極端的髒污 比如說像我剛剛那種超級油膩的微粒炸醬麵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滾筒跟底盤 直接拆下來拿去水龍頭那邊去徹底清潔 機身的內部它也內建銀粒子除菌材質 去避免滋生黴菌 避免發臭 再來就是DIAPRO跟其他洗地機最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時候只要把馬達抽出來把它裝上集成筒 再接上各種不同的吸頭 它就可以變身成不同的產品 像這樣裝上吸塵地刷 它就是一支無線吸塵器 有沒有長得跟D排很像 那它的馬達跟洗地機是同一顆 所以它的吸力本來就超強 再搭配這顆地盤刷頭 就可以清潔家裡的硬地板或短毛地板 那如果你裝上這顆二合一的縫隙刷 你就可以拿來吸鍵板滑鼠 它長得也跟D排的二合一毛刷幾乎是一樣的 前端的毛刷是可以伸縮的 那如果你裝上床墊吸頭 它就是一支床墊的除蠻機 它的刷頭構造其實跟D排也很像 都是靠長刷、旋轉、拍打、床鋪 用最強的吸力把床墊裡的塵蠻、毛髮吸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再回來看它的充電收納座 你看這麼多的配件吸頭 它也可以透過旁邊的配件盤全部收進去 那它的收納盤本身可以拆卸 而且它可以裝在充電座的三邊 那依照你家裡的空間不同 看你是要放左右還是要後面都可以 好 最後做一下總結 這一次評測這把DIA PRO COMBO 真的是讓我感受到什麼叫做乾淨 它的洗力功能真的是沒話說 前面都測試過了真的是很強 那其實對我而言我最常用的是吸水功能 因為我家裡其實沒有做乾濕分離 那現在用DIA PRO COMBO 嚕過去就乾了 而且它附上的這對配件 加上它的變形模組化 從洗地、吸水、吸塵、縫隙、吸床、地面到天花板 全部都包 完全覆蓋生活場景 一機搞定 可以說是完全擰壓其他同類型的產品 那對於家庭用戶而言 這種都合一的產品 其實你省下的不只是金錢 你也省下擺放空間 因為家電的體積其實都偏大 那這四機合一 你就可以省下很多擺放空間 洗地機適合重度清潔 而且髒亂會反覆發生的場所 比如說像餐廳、廚房 或者是你家裡有3歲以下的小孩 有養宠物 那DIA PRO COMBO真的可以幫你大忙 你越髒你就會越覺得它好用 如果你正在考慮打掃工具 DIA PRO COMBO一機適用 可以一次幫你搞定所有打掃的問題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DIA PRO COMBO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